就是我的投影片是 Read the Docks 我有放連結在光網的頁面上 然後因為要Live Demand 所以我就不放投影片了 就是大家自己跟著看 跟著一起發的 那今天要帶大家做的就是 剛剛那個talk就是帶大家走的一遍就是 pip install 然後它是怎麼解釋的 那今天就帶大家 就是接下來就帶大家走一下 就是你每一個package裡面是怎麼 怎麼形成的 就是一個python package做一遍 然後我就帶大家做一遍 那通常大家那個在 在installpython package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 就是pip install 然後沒有pip就是做到自己 那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它會安裝Defense 那就是剛剛講的 那接下來當Defense安裝完之後 它就會安裝Request很深 對吧 那這一步它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就是今天的事情 那當你pip install request的時候 request的東西在python的 就是在python的名詞裡面 就叫做這個package 其實它是 但是package這個名詞 其實是一個很 很 很 衝散的一個名詞 因為python 給很多東西都叫oppack 對 就是python一個檔案 就是一個檔案 就是什麼點開叫module 這種可以嗎 那 這樣記得到嗎 我可以 哈哈哈哈 可以 那 下面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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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還有 其實我帶麥克風 可以了 可以了 知道嗎 但是我不知道 那邊可以放聲音 會放聲音嗎 放聲音 之後直接從你的 因為其實如果我帶你 對啊 可以吧 你都從meet打出去嗎 對啊 應該可啊 好啊 但是那會不會delay啊 很難 不會delay那麼久吧 欸如果他們聽不到你聲音 他也不知道啊 哈哈 到底喔 欸是說收音好像這台 哦 好像有點尷尬 那你把那個 你把我換碰嗎 寶寶的那個 就還是把那個 你真的換掉 開了 沒有沒有沒有 你幹嘛 你只有一個東西啊 那邊只有一樣東西 那邊只有一樣東西 我就想到快樂就對了 一定太專業了 都已經想到了 那不然 你直接 那邊還好 然後 你自己來喔 你自己來喔 好 好 沒關係 太多了 沒有多了 OK 但是你有 啊 你沒有 你沒有USB 對不對 泰伏器轉USB 我有啊 泰伏器轉USB 泰伏器轉 他有就還有 你泰就專業了 大家上個禮拜有 應該沒有來吧 因為上個禮拜 台康就有半個小時 沒有 沒有 這是普通的 那有啊 那你快接了 OK 我先把這個接起來 再拿 看不到 我太矮了 我快接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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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到 不是 因為你要知道 才知道 我根本 我根本看不到這個東西的存在 因為你要從另外一個角落 你要從另外一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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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才看得到 哈囉 然後 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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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對上這一個 哈囉 還有 這是你家的嗎 對 這是你家的 那應該就是了 OK 沒有這個 這是喇叭 沒有 沒有 就這樣 應該就可以了 那 只到你那邊去 你這樣也太專業了 沒有 他這幾個 不是這樣做的 這不是指向是那一個 是這樣子的 所以大家的聲音都會收進去嗎 沒有 他是有指向的 好 這樣 這樣 然後我去那邊看看 這樣聽得到嗎 外面聽得到聲音嗎 外面聽得到聲音嗎 這樣聽得到 沒有回事就知道了 他實在是讓我叫的聲音 沒有說 我是一個播的聲音 OK 好 那繼續 剛剛講到 你可以從頭來 你可以聲音 剛開始 發很多東西都叫Package 對 對 很多東西都叫Package 對 就是你Python 就是一個打牌就是Marjo 但是我們通常就是 如果是一個資料夾 然後裡面有一個 底線 底線 你打牌就是Marjo 但這東西在那個 官方的名詞裡面 官方的名詞裡面 是叫做Package 對 然後如果說你有一個 就是你可以 然後但是 嘿 可以發揮嗎 我現在說 OK 因為你說 on the scroll 按IP.by 這個是一個Marjo 但是Python Marjo 其實它有一個 東西叫做Namespace Marjo 其實老是 我一直搞不清楚 在幹嘛 反正就是有非常多東西 這邊不想到解釋 因為太多了 對 其中 如果你是一個資料夾 也叫一個Package 但是一個可以安裝的東西 也叫Package 所以這樣的東西其實是有非常奇怪的重疊 但是又是不一樣的地方 對 所以通常在Python Package的時候 我們會把可以安裝的東西叫做Distribution 對 對 一個Distribution 就是包含了三樣東西 一個是你想要Distribute的東西 就是NPay的本身 就是資料夾或是打Py什麼的 或是其他的東西 第二個東西叫做Metadata 就是用來描述這個Package 例如說你要給它一個名字 然後或者是它有一個版本 然後你要寫說 我是作者 這樣是下面那邊 你們的聲音要開嗎 對 那台電腦可以開 好 那現在還沒開 所以下面沒什麼聲音 OK 沒關係 前面是對方 那這個時候 我幫你把那盤拿回去那個櫃檯 那你給它們招牌 對 對 那我去繼續講好了 這樣就知道有什麼聲音 就裡面是讓他們秘密聲音看 有聲音嗎 然後 隨便打斷 所以現在都還是這樣子 然後第三個東西就是因為這樣子的話你的一個Distribution就有很多檔案 但是就是例如說PBINSTO它是走HTTP的 HTTP download很多檔案非常沒有效率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就是封裝把它包起來 ZIP檔之類的 所以這就是一個我們Distribution的三個最重要的部分 好 首先我們就來研究一下什麼叫做PythonPay 那前面所講的PythonPackage基本上就是在官方的裡面 Package就是一個有底線引力到牌的資料夾 那當你例如說inport request的時候Python會去哪裡找 找那個資料夾 你應該叫mequest的資料夾 那Python要去哪裡找 那這東西 對 對 對 接下來就是我開始打字的設計 所以 Python 就是inport 6 然後 Python 對這邊好像不可以很重 真的嗎 那我這樣好就可以 可能還是要麥克風 我可以幫你拿 不是問題是 問題不是 就是 就是 好 因為我昨天就這樣不行 這樣還是一樣 算了 就這樣就好 就這樣 就這樣講 就這樣講 就是 當你在Python裡面的時候你可以看 不好意思喔 下面那個要給他 下面那個被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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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這個打插 你把這個打插 對 然後 在上面按一下 好像 沒什麼配打差 你把下面 對 然後 我們就可以看這個 就是这些东西就是Python会去input的地方 比如说我现在是用绿色的Python3.8的安装 所以他就会去看Python3.8安装的地方的斜线地图 然后还有Python3.8的本身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SitePackage 那通常第一个就是内建的Library 然后第三个就是如果你有装第三方Library的话就放在第三个里面 好像快快 那如果说就是你刚刚看其实有一个这个点 点就是我现在目前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如果我在这里就开始写程式 看一个新标准一下 然后 Python3.8 Python4.8 光速大字 只要我做这件事情之后 我只要 我只要Python4.8 然后就可以在这里面因果买 然后就可以买 就会有东西跑出来 就是因为我现在目前所在的资料夹也是在那个SitePackage 那所以就是如果说我在安装套件的时候我要怎么让他看得到 其实就是一样就是放在SitePackage里面其中一个地方 可以看到 所以比如说假设我现在有另外一个 放在那个发掘 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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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如果想要Inport 买 来给 这个 就是把这个 这样 OK 那这时候如果我 我这时候去执行 那时候他会说 因为 因为我现在那个 我現在移動了 所以我的example project 就是沒有在我的4.5s裡面 OK 所以如果說我想要 我今天就有兩個project 然後我想要重複使用 拖到怎麼辦 最簡單的方法其實就是 可以把這東西扣遞過來就好 呵呵呵 這大家都會吧 OK好 沒事了 解決了 好 下一個碰 呵呵呵 這樣子的問題是什麼 有幾個問題嗎 第一個沒有版本 就是如果說我升級了 我什麼時候我升級了 就是大家就是永遠都不知道 我現在到底是哪一個版本 然後還有第二個 沒有辦法反安裝 那這是你自己的東西 那你沒問題嗎 但是如果不是你自己的東西 就是沒有辦法反安裝 是滿困難的 就是像這個我只有一個package 如果當你安裝了20個package的時候 那你要怎麼 你要怎麼管理 其實有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接下來就是 bip出廠 還沒有到bip了 接下來就是bison package出廠時間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pison distribution的三個元素 第一個是package本身 那這就是我package本身嗎 這個東西就是我package本身 那接下來第二個就是metadata OK 需要產生metadata的話 我需要做四個東西 如果你去看那個文件 就是不要看這個 因為你看好 我列出四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是 在除了我的code本身 就是mypackage之外 我必須要有另外一個資料夾 我必須要有另外一個資料夾 叫做 叫做比如說my metadata 就是全國大寫的metadata 那這裡面就必須要描述說 我這個package到底長什麼樣子 第二個叫recker 代表說這個 我這個package裡面有哪些檔案 這樣才能反安裝 就是有列出來的 然後我反安裝的時候 他就會給我看 然後幫我移掉 OK 第三個叫install install install就是描述說 是誰裝的這個套件 就是每個insert 會幫自己取個筆 例如說如果 我們是用ppinsert的話 這裡面就會寫屁文 就這樣 OK 好 那所以有了這些東西之後 我就可以來寫一個程式 來自動化這些事情 因為他們都是有固定的 這樣 有固定的合式的 對 好 所以從現在開始 我們就要來自動化 從現在開始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要從頭開始做一個 就是可以 我們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要 pip install 我們的mypackage 只有一行 兩行而已 但是我們要做 好 我們就把我們的工具 先叫package 好了 那首先第一個功能 就是我們要開始 實作我們的thisinfo 道歉 然後我就開始做好 實作完了 之前不夠 其實我本來真的想要手打 但是我發現我只有30分鐘 就來得及 對啊 所以帶大家來看一下 好了 這是magemate 然後這個程式會 take一個argument 這個東西take一個argument 就是你要安裝到哪裡 你要安裝到哪裡 就是這個target 那我已經知道了我的package要買package 然後我先把Urger當我領好 然後我的package要去哪裡找 我現在是在這裡嗎 package 然後就是買package要去這一層找 那因為我現在的console 是在examable project下面 所以就是 就是這個相對路線這樣 也在這裡 OK 好 那這就是他tag argument 然後我就要開始來產生 我就要來產生我剛剛說的那三個檔案 OK 第一個檔案 三個檔案要放在一個資料夾裡面 然後那個資料夾裡面叫做.listinfo 然後前面就是package的名字 package的版本 OK 然後第一個是metadata metadata是用一個叫做RFC822的 標準來寫的 那時候你不知道RFC822來是什麼 不然就是email OK 就是email header 那他有 那個metadata裡面有三個欄位嗎 應該算欄位吧 第一個叫metadataversion 那現在最先version是2.1 那有之前的版本 那它tanzin就差不多了 第二個是name 就是package的名字 那就是什麼 方式測買package 那version就是0 OK 然後我就把它寫到metadata這個檔案裡面 第二個是record record是用csd寫的 OK 那他就是要把那個我所有的檔案都列出來 然後 然後就是寫成一個csd 那這csd每一行都有三個 都有三個元素 第一個是入境 第二個是那個檔案有多大 第三個是檔案的hash 這樣才可以確保說你安裝起來是對的 那就是寫一個雙方圍圈 然後把所有的東西列出來 好但是pyc跟pyc 不用列因為 因為那是動態產生的 然後我就把它用csd寫到Maker裡面 就OK的 然後這個什麼參數啊 這些什麼 然後這次用UTF8 這些都是 就是都是在VP裡面有規定的 那最後就是install的 那install的就隨便了 因為反正我們就是隨便寫個東西而已 所以就隨便寫個東西就可以了 這不是很重要 反正我們也沒有要公開這個tour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知道我們叫什麼 OK好寫完了 寫完了之後我們就可以來試著進行 那我要裝到哪裏啊 我要裝到 喔對我先幫 我先幫我的 這個anotherproject 創一個虛擬環境好了 因為我們要虛擬環境才比較方便 那現在他就有一個VNP了 那那個Python套件裝在Virtual Environment 大家应该我们出现 如果说你是Linux的话 就是Lib斜线然后还有Python几点几 这个就是我们要按照目标 所以执行方法就是 Linux 就这样 OK好结束了 那接下来你就会看在VM 上一层 那接下来就在VMV 你看到 我刚刚装的还有我的 然后如果把这个东西打开 这个就是我写下的指标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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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的MD5 这样 没什么 没什么询问 好 那这样子 这就是最基本的安装套件的一个 然后如果说你真的不想用Puple 不想用Setup tool 不想用说其实你就自己手工 都这么简单 就是这档案都是现成的 好 这是第一步 然后写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现在我们可以 DMV DMV 我们的套件会被显示在里面 还是这个 有网络 有网络 有网络吗 好不管 等一下我们先继续好了 这下应该会 我也 然后 MyPackage 在这里 然后 我们刚刚注意到 就是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这MyPackage 就是用Page 不是用底线 这是因为 在Python里面 就是Package名称 因为Python的Package名称 一定用底线 所以Python的Modget 一定用底线 所以对Python来讲 就是为了方便请建 底线 横线 跟 是一样的 然后 那个Python在内部 会正规划 所以 你叫买 底线Package MyDash Package 或MyDM Package 在Python里面 都是一样的 OK 这是小商事 然后 你可以 PedInfo 好 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写的那些 Meta Database OK 好 下一步 接下来就是 这东西我们整本地跑 因为就是我们 还没有打包 所以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步 就是我要 刚刚那三大元素 一个是城市本身 一个是Meta Database 接下来我们就要打包 生一个档案 这样我们才可以上传 OK 那我们就基本上 都是用刚刚用过的 评论 Python Package 然后Python Package 的 就是有两个 是一个叫 Estes 叫Wheel 就是 Binary Format 就是 就是 Estes 叫Source Distribution 就是放原始码的 通常 我们都会放 但是我们通常 在安装起来更方便的是 就是 它是不用Compile 就是直接挤它 就给它的状态 所以我们 接下来就来 就来实做一个可以 用Wheel的通常 大概长这样 就是蛮简单的 哎 哎 说一下 哎 请说 如果你是 Source 你是不用说 它不用 它是会需要 它是会需要Compile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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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重复你问题的 就是 Source Distribution 跟Wheel 比起来 刚刚说 Wheel就是直接解压 就给它说 相对的Source Distribution 就是需要Compile 在以Python 纯Python的Project 里面Compile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它Source Code 可以直接执行 但是在有些专案里面是有意义的 比如说NunPy 或是有用CV 或是用YC 之类的 那在那些专案里面 这个Compile就是有意义的 所以 所以你的Compile 的意思是说 它会在安装的时候 再去Rod 比如说Builds 对 就是Compile 在Python 就是我在安装的时候 可以另外去执行 某些Code 来转换我的Project 那Wheel 就是在安装的时候 不能来执行Code 就是加索 好 好的 好 那一样 这就是Wheel的程式 那其实就是上面我都是Inco 上面 就是MetaData 什么都一样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我要多写一个档案 叫做WheelMetaData 就是写在一个叫Wheel的程式 的档案里面 那这个档案也是一样 是用Email格式写的 那它里面就是描述说 我这个Wheel的格式本身的版本 而不是我Wheel里面的package的版本 这样也没三成的话 对 对 那Wheel最重要的一个格式 叫做Tag Tag Tag在存Python的程式 你也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Python程式可以跑在任何Python上面 也不能上 但是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要Compound 那可能就是你的就是擁抱的windows上面或在内容上面就不一样 那这个tag就是蓝调数这个东西 那我们下面其实我也有写实在这里 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tag就叫做派3代表派3 那代表不用擁抱 any代表在哪里都可以包 那如果说你是只能跑在新派生他就已经是一批三 所以你也说如果这边我不是写那是写其他的话 那这个东西有了之后我们就可以 确定我们的东西有被正确的 好 下来安装 东西 有 那会看到 好 不怕你吃了 先不快去 忘了 那所以干嘛 干嘛 你都忘了 哦 错了 应该要 放在这里 然后去查 就是一个wheel OK 这就是我刚刚产生的东西 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档 那这个wheel其实最神奇的地方是wheel其实就是一个zip ok wheel就是一个zip 所以其实这东西是完全可以用 看不到 因为我只有选择 就是我在写的时候是用zip file这个module去写的 然后如果你要看zip里面的内容你可以用zip file自己打开 或者是你随便用什么winread直接都可以开 ok 然后我有这个档案之后 我有这个wheel档之后 就可以直接 用peep来安装 因为peep的安装基本上就是用peep 所以我知道 然后peep就可以安装这个wheel 然后 就会看到大家手机的这些东西 ok 那这个wheel基本上就是说你真的写了一个package 然后要上传pipi的时候就是上传这个档案 好 那wheel还有一些其他的性质 然后现在好像没写中讲 所以以后有时间再说话 以后的时间大家来参加别的 别的你好 好 最后一步就是 因为这个东西你不肯每个人都守护一个 但是大家又不肯都用peep 因为都用peep的话一定没有办法达成所有人想要的目标 所以Python其实有一个framework 就是专门来abstract 就是viewview这些东西 就是你怎么view你的records 比如说nata data 然后你director要叫什么名字 然后格式长几样 Python有一个标准叫peep517 就是专门做这些事情 你只要按照peep517来实作你的层次 你就可以 让你的层次可以被 就是可以宣告说我的这个程式是可以来打包mell的 OK 一个peep517 我们叫peep517 backend 就要迟做两个function 至少要迟做两个function 一个叫viewview 一个叫viewassist 经过刚才的解释 大家应该已经非常可以想象 这两个程式在做什么事情了 OK 好 好我现在我有一个程式是可以 就是我宣告了说我是p517的程式 那接下来我要怎么让我的专案用我这个p517的backend 或是有时候叫viewview 就是要宣告一个pyproject 跟tomo 所以最近大家会看到有很多人在推荐说你的package 可以要怎么装 怎么变回 OK 最常见的buildbackend 就叫做setupforce OK 我们这里就是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不需要安装任何东西 然后我们的backend放在目前的资料夹 然后它的module名字叫这个 p517 有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就可以不用手动执行 p517 就会有 我们就可以直接叫pip去帮我们 nodebsmrp617 因为我们这就是直接 然后pip就会去扣一道的东西 然后帮我把vip给我出来 看我现在就在这里 大家看清楚 那我再来一次 你看一下上面 他就会有一个档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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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档案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直接装 一二一 那这个东西里面的东西跟我们刚刚做的东西一模一样 因为如果你去看的话 其他就是英国的东西 OK 那这个东西里面的东西跟我们刚刚做的东西一模一样 那就是这样的 然后 接下来我应该要把这些东西 现在就只有投一个 可以投一个 那些我把这东西投一个 那最后就是 就是 在安装的时候 就是pip在 就是python package 是怎么产生的 一开始你会有src code 然后src code 就是根据pip517 就可以buildvue 跟buildassist 然后s 如果说build 然后这段 这样的东西就可以上传到pip i 如果然后pip install的时候 pip 就是pip 就会从pip下载这两个东西 其中之一 如果是下载assist 的话 就会把它解压sor 然后把它丢成wil 那不管怎样 最后都会有一个wil 然后wil拿去安装 就可以用 就是pip的做法 那今天主要讲的就是 怎么进行这一步 然后其实我刚刚这里面有 偷偷写的pip p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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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非常弹性 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挑 但是在绝大多数都是不要不需要挑 就只需要很直观做你想做的事情 好 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 那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 有问题之间的关系只有一个问题 好 那有别人吗 好 所以我们可以不准备知道 對 分析 我们有点 不行 因为这两个东西其实是做不一样的事情 就是Py Project in Tommel是用来指定我要用哪个代言 那是要打Py就是用来指定说 我的每个Metadata那个档案要怎么产生 所以这两个档案其实是做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可不可以取代 那就是看你想要怎么写 就我所知以 Setup Tool 就是那个 Setup Tool 的角度 他们是希望是分开的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东西就做自己的东西 然后就是把它混在一起 但是未来也有可能有人做一些 就是有人做一些程式是把它们两个刻在一起 那不管他们是同一个档案还是分开的档案 都就是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这两个其实是做不一样的事情 那就是如果他是写在 就算他都是写在同一个档案 他也是写在不一样的栏位 然后这两个栏位其实互相是没有相关的 他们自己在同一个档案 就这样 谢谢 谢谢 感谢的 最应该做的 吗 这这יח 我们�请 是 感谢观看